到伊朗大以色列固然非常重要 全世界媒体的报道了 非常遗憾 实际上还真不是美国媒体头版头条 这两天头版头条是什么呢 副总统辩论了 总统辩论 汤普打哈里斯 副总统要不要辩论 要辩论 而且一早就定好了 所以Tim Moritz跟J.D.Vance的辩论大战 成为了美国媒体的头版头条 辩论是怎么样呢 基本上都认为是Vance赢了 毕竟两个人出身不一样 虽然说的这个Tim Moritz也是州长 一边是参议员 但J.D.Vance这么年轻 能从基本上草根 他这个铁锈带的工人家庭当兵 然后通过美国政府 给军人的学费的各方面的优待政策 上了耶鲁法学院 那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耶鲁法学院是什么地方 然后再找到了颇有资源的 异议妻子乌傻 这个乌傻也是背景相当雄厚 在硅谷那边 有钱有权有资源 找到了一些愿意支持Vance出来的人 终于选上了一个参议员 完全可以说是爽文难求的路线 而且这个人口才非常不错 你耶鲁法学院出来的 而且之前CN疯狂抨击董王 说不接受他们的采访的时候 J.D.Vance在干嘛 J.D.Vance追着CN说 CN为啥不专访他 他是比较少数的 不是真的上CN产妹 为了赚名赚钱的那些共和党人 上了CN把CN的记者骂到 CN记者自己都抑郁了 本来上CN的共和党人 那不给你搞的 除非你是马嘎判处 什么基克借尼那些 不给你搞的下不来台 他上CN他能把CN的记者 搞的下不来台 这绝对辩论奇才 所以说这波呢 从辩论角度来看 基本上都认为是J.D.Vance赢了 死硬不愿意承认 比方说CN CN说这个什么局势不太明了 但基本上 基本上大家都认为是J.D.Vance赢了 从辩论的角度上来说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 宏观来看 就是两党都不把这回辩论当回事 对 虽然看的人很多 收视的有4300万观看 比起来稍微低一点 与之作比 总统辩论 朵王跟哈里斯辩论的7000万观看 这次是4300万 少也不是算太少 但被认为这4300万观看 更多是图一乐 对两党政策有更多了解 对这两个人有更多了解 并不太在党派上面 可能影响党派的选择 所以表现出 虽然大家认为 辩论上是J.D.Vance赢了 但73%民主党选民 认为是D.Vance赢了 71%共和党选民 认为是J.D.Vance赢了 只是按党派来算的 到底聊什么问题 可以说虽然重要 但是也不那么重要 两个方向 第一个 两党估计事后不太认的 这二位在辩论场上 居然是出奇的展示了 几十年来 美国政团基本上没有的 但之前曾经有过的 非常高尚的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是非常难的 别说什么政治人物了 到这个级别了 什么参议员州长 就是老百姓普通的 成年之后 大家跟别的人交流 想让别人听听你几句话 但能够平等交流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都别人 只能听我说 我平时不想听你说这种 稍微听到点刺耳的 不顺的言论 有多少人愿意听下去 听听是不是说的有点道理 愿意去抱着一个开放的思维 好歹让人家说完了 那非常少见 那到了这个级别 更难了 但在这个辩论场上 还是这么重要的时刻 几千万人盯着 两人居然展现出了 非常多的 有共识的地方 愿意承认对方有长处 本来两党撕的这么激烈 表面上起码是 你来我往 不亦乐乎 血肉横飞的 完了你俩在那边讲的 好像是好兄弟一样 你是怎么行的是吧 你不顾大局了 没有顾局面 那第二点就是 两个人辩论 虽然说主持人准备了很多问题 两党现在关心什么 移民问题 通胀问题 堕胎问题 非党移民问题 但从最终辩论的结果来看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双方辩论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跟你没冲突 我跟你的那个 要选总统的搭档 有冲突 我看得惯你 我看不惯他 比如J.D.Vance 在提摩尔兹嘲笑说 董王上线的时候 说要建一堵墙 墙谁来付钱 墨西哥来付 下军的时候 墙还没建好 而且这个对J.D.Vance 来说是非常有伤害的 因为他一段时间 被认为是 Maga不值得信任的叛徒 他在耶鲁法学院的时候 曾经爆出过很多 直接攻击董王 人身攻击 而且非常调不起的言论 认为他是什么 美国希特勒 这是他的室友 后来去明朗那边 讨生活的 要吃饭的 一方面是吧 一方面可能这是政治 这个冲突 所以看他居然去了 共和党那边 还选什么参议员 现在要选副总统 搞不好以后要选总统 就赶紧把这个事 给他捅出来 还有聊天记录 根本赖不掉 那么这个话 丢给J.D.Vance 相当尖锐 接着面子说 虽然但是 董王他当初跟选民的承诺 很多都真实兑现了 而且都是美国老百姓 希望看到的 但是你的这个搭档 哈里斯 他呢 什么当初他去管移民 管了一塌糊涂 现在简直是跃身载道 别管共和党 还是民进党 大多多移民非常不满意 认为是直接颠覆 美国建国根基和危害 美国人民国家安全的 重要问题 你该怎么解释 一个皮球提回去了 非常精彩 那讲到非常移民问题 其实讲什么不重要 没什么意思 有意思就是主持人怎么样 这个相当有意思 所以说 这也是我们之前 抨击美国媒体 结果有一些人 就是带结束说 突然原来支持 特朗普根本不是这样 我抨击民党媒体 不代表我支持共和党 只不过你看到 大部分的西方主流媒体 全是有民党 或者说有某些 网上在说的某些族裔 什么基金会控制的 是吧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 大家看了什么发言 我相信 幽默一刻 伯俊一笑 相当的无知 但是反正挺幽默的 那么这个主持人 这回到底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主持人有偏向 也是肯定的 董王跟哈里斯辩论的时候 一发现哈里斯 现在辩论不过 这个主持人 马上出来打断 说我们现在赶紧来 真相核实一下 董王刚刚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但是哈里斯要乱讲 哈里斯要撒谎 不知道在那边 胡言乱语什么的时候 董王在攻击 然后说时间到了 这个不知道你多讲了 我们就下一个一题去 那么这回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 又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如何进行 辩论的操控 讲到俄亥俄的 Springfield 春田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移民 是不是合法非法的 很难说 我们之前讲过 现在因为很多 在叫过一条河 过一条河 脱带带口的 从墨西哥那地方 没有钱 然后买不了VIP服务 又知道美国政府 害怕什么国际者 什么BBC 专门在那个河边 架了长枪短炮的 就希望拍 哪些孩子 吃不到饭 非常饿 非常凄惨 掉进河里淹死 然后BBC就赶紧拍 美国不是人 就让孩子淹死了 边境警卫队都不去救 今天又淹死了多少孩子 这还叫民主 BBC干着火的 别的那些什么 El Jazeera 什么的 India Today 就跟着转发 迫于这样的国际压力 之前要重拳出击的 被称之为边境沙皇 哈里斯 一段时间是极左极右 一会儿是大开国门 一会儿就不让进来 这样的政策 遭遇了严重的挑战 政府和海地那边 又不得了了 有什么政变 又一会儿什么灾难 一大堆的难民逃过来 所以说放他们进来的时候 CPP想出一个法子 跟地方政府磋商出来 明面上合法 实际上不合法的 让他们先进来 免得什么国籍者 拍到什么孩子死了 这种事情 进来之后 跟他们说 发一张纸 你们过一段时间 要下载一个APP 应用程序 有没有手机 有没有网 不知道 反正就要下载 然后向什么移民局去报备 这时候给你一个 短暂合法的 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但实际上进了美国国土 你还想找人 找个 而且下什么APP 说我不识字 英语不认识 老了 什么应用程序 不知道 没有手机 这根本是大海捞针 找不到 所以说 这个主持人 就说 在你俄亥俄的地方 你说的非法移民 其实它是合法的 然后 在JDVAN 急着 马格丽特 主持人叫马格丽特 让我说两句 不是合法的时候 马上说 我们下面事情很多的 我们赶紧要聊经济了 聊经济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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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议员 我们也聊经济 事情很多 就要说 我们来说 Springfield Ohio doe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Haitian migrants who have legal status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Well Margaret thank you Senator we have so much to get to Margaret I think it's important because we're going to turn out of the economy thank you Margaret the rules were that you guys weren't going to fact check and since you're fact checking m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ay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so there's an application called the CBP one app where you can go on as an illegal migrant apply for asylum or apply for parole and be granted legal status at the wave of a Kamala Harris open border wand that is not a person coming in applying for a green card and waiting for 10 years thank you that is the facilitation of a legal immigration Margaret thank you Senator for describing the legal process we have so much to get to Senator those laws have been on the books since 1990 thank you gentlemen the CBP one app has not been on the books since 1990 it's something that Kamala Harris created for gentlemen the audience can't hear you because your mics are cut 好 这个录像 简直疯传 在民众媒体那边 都认为是 非常的可怕 你怎么能 做到这样偏向 而且 那个神情 明显 还有一句 嘴啊 不太能读出来 但是 听到 反正有一句 那个大概意思 被人 go on 或者类似什么 你叫他的同事 赶紧接上 讲经济 不要让他说话 赶紧说 那一副德行 你说这没操纵 谁信啊 那还有一个重大问题 单独提出来说的 就是教员枪击问题 没错 两个人都聊到了 提摩二姿还自爆说 自己十岁的儿子 在打排球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枪击 是让他终身难忘 然后JVS 接上一句 表示温情说 你孩子看到这个 我要表示抱歉 我们美国 不应该是这样 还上演了温情一幕 这个我要插一嘴 因为确实 我也曾经亲眼目睹过 你真的就 子弹搜搜飞 这个我老观众 应该之前发在 是吧 一些平台的 都听过 还有帮派火兵 然后把电箱给炸掉了 砰的一声 然后停电 我就缩到这个桌子 下去了 但是亲眼目睹枪击 确实是对人一辈子 有很大的触动 之前从没见过这枪打 那么说这个事 还要涉及到 波士林区的帮派 美国这个城市的犯罪问题 确实一般情况下 被认为是犯街区的 所以会出现那种 一个人在城市的一边 一个人在城市的另外一边 觉得说 都说这个城市 怎么你说那个犯罪利益 怎么你说那个黑帮火兵 怎么你说 搭这枪子弹 斯托菲 我都没见过 两个可能 一个说是你根本就没有 真的怎么着 他们社会 你就把自己 禁锢在大学校园里 你没有去美国社会 广泛体验过 那么第二个 你根本不关注 地区这个犯罪局势 所以说可能会 错过一些 非常经典的 非常惊险的 当地的 非常有名的案件 那么很遗憾的 我遇到了 而且是大庭广众 光天化日 非常著名 2019年的这个案件 我相信当时在波士顿 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这个案件 后来牵扯出来很多 很复杂的事 我们今天不展开了 反正就是中午11点 在波士顿的 Predential这个地方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什么 上海鸡贸大厦 这个每个地方 类似国贸 五月广场 万达 最高那栋楼 什么王府井 这种地方 光天化日 拿枪 帮帮帮 把人打死了 当时我 领着我的朋友 我在这个附近吃 他们那个 其实很难吃 基本上生的那种 奶酪龙虾 那个玩意 老外觉得这东西很好吃 然后他来就说 怎么着来一次 肯定要试一次 人有时候就这么贱 因为我已经告诉他 这玩意 中国人吃不惯了 我都吃不惯 总归来了 要吃一吃的 要吃了一个奶酪 还要在柠檬 搞起来那个半生不熟的虾 回去吐了 出来的时候呢 就听了枪响 看到躺在那边 这个事对我 还有这位友人的触动 我相信我们这辈子 终生难忘 所以讲到这个时候 Jade Banks露出温情一幕 我美国不应该这样 很抱歉你的孩子 经受了这些 然后提摩尔兹 向群众这时候的眼睛 看向屏幕说 我可以理解 很多共和党人 因为什么修正案之类 说我们的枪不能夺走 但是你要想想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美国的学校 一个个都搞得跟堡垒一样 得了一个宝 搞得跟个堡垒一样 I got a 17-year-old and he witnessed a shooting at a community center playing volleyball Those things don't leave you No one's trying to scaremonger and say we're taking your guns but I ask all of you out there Do you want your schools hardened to look like a fort? Is that what we have to go? When we know there'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ir children aren't practicing these types of drills They're being kids We owe it to them to get a fix Tim first of all I didn't know that your 17-year-old witnessed a shooting I'm sorry about that I appreciate you Christ have mercy It is awful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们老观众应该知道 完全没有这么夸张 是吧 之前搞了一大堆 大胸膏枪击 校园枪击之后 你这父的那些家长 本来想什么 我们要搞什么 马舒克之类的 后来搞了一堆 什么仇富Antifa之后 又不行 我们现在安全性 还是要第一的 所以开始研发 什么可移动地宝 什么在教室里面 你说军工复合体 简直屁股都要笑裂了 这时候你去嘲讽 明日上搞什么 医药复合体的时候 共产党军工复合体 不能挣钱了 那想想一个学校 这么大地方 这么多人 全都做成防弹 这是多少钱的买卖 以至于还在 《纽约时报》上面 买广告 教孩子怎么样 用他们防弹书包的 怎么样用防弹插板的 底下有各种各样 老师讲题 捏一张文件 文件夹 文件夹是防弹的 这个桌板 桌板防弹 平常在那写字 一有声音枪机 端力枪进来 马上 把这个板掀起来 防弹的 所以我们才会广泛的 看到在Tiktok上 有母亲向自己孩子说 老师说 现在发生枪枪机了 把你的包放下 赶紧跟我们走吧 你应该说什么 不 妈妈 我要告诉她 老师 我的书包是防弹的 我妈妈叫我带着她 说这时候 门外有人敲门了 说自己是警察 你应该放他们进来吗 说我当然回应了 让他们进来 妈妈说 绝对不要出声 绝对不要回应 为什么 因为警察 还是要再强调 美国警察 依法依规 将保护自己的生命 放在保护 非常难以接受 听着完全不像人话 但这就是人家的法律 所以不要觉得 你是孩子 警察一定 英勇向前 保护孩子 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所不惜 不会的 但人家不是人民警察 人家是美国警察 所以说 有这种可能性 知道 有可能有枪手 那么利用孩子的回应 来吸引枪手 保护自己 作为执法人员的安全 然后再去击毙枪手 美国警察要的是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击毙枪手 而不是什么 保护孩子这种东西 说的不是人话 但是法律保护 他们这么做 或者说法律引导 他们这么做 他们如果愿意 去保护孩子 奋不顾身 有没有这种警察 绝对有 美国警察 绝对有好人 但是这是道德层面 他对自己的要求 这是一个好美国警察 美国法律保护他 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置于这些孩子之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这么政治正确 这么重大的 枪用枪击问题上 两边 居然也是没有 剑拔弩张 互相攻击 还展现出了温情一幕 所以说 让大家都认为 虽然讲了很多问题 什么边境移民 什么通胀 气候变化等等 但是重要的 并不在于 两边是怎么互相攻击的 而在于两边 如何展示了 非常显见的 居然能够相互理解 把攻击的矛头 完全指向 那个根本没有现实的 他们要竞选的 总统的打档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那这个影响是怎么样的 还是要多一嘴 虽然说这个非常精彩 也鼓励大家去看 展现了JD Vance 跟别的一些名字网媒 说的不同的疑问 本来希望把它渲染成 一个什么 唱歌诸作者 一个红脖子 2028假如算上 尼吉黑利 把Dissendis干掉的话 那么JD Vance 算不算是立了个弯 所以Politico认为 写了一篇文章 认为哈里斯 就算这次选上了 估计也就是什么 四年总统 他应该是没本事 当个什么八年总统 但JD Vance 总统不可能选2028 2028的时候 JD Vance肯定要代表 共和党出来选一些东西的 他应该就相当于是 这次辩论 可以被当成是 下一次2028 共和党初选的一次展示了 所以说这个人物呢 之后估计还会 大鸣大放 在美国的政坛 应该会搅出一些东西的 就来着鼓励大家去看一下 他们这个副总统 两个人的辩论 最终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两边其实都提出来了 两个副总统候选人 分别都提出来了 JD Vance问 蒂姆·沃尔兹 说你的政策 其实我有些支持的 我也能够理解 应该有你这样的人 推动我们美国继续前进 但是你的搭档 他有本事推动 美国继续前进吗 而蒂姆·沃尔兹呢 对JD Vance说 有的我也挺支持你的 你说的对 妥解 但是呢 特朗普不这么认为 你有本事 让他听进你所说 而不是让他 只允许你说 他愿意所听吗 这个还是主持人提出的 所以说 虽然辩论本身很精彩 展现出了两个人 非常了不起的品质 但你要真说 实际上有啥影响呢 那就是没什么用 没啥影响